小直径炸弹 一个不太大众的名词 却有着很强的性能 低成本高精度可钻地 就是它的代名词 搭配五代机 飞机秒变弹药库 在这个领域里 美国是先行者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 就是美国第一代 小直径炸弹GBO39 说到GBO39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GDAM 该型号炸弹 是美国海军和空军 在1992年联合研制的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20世纪60年代 美军越战剩下MK84 MK83的等穿甲炸弹 没了用武之地 于是美国经过 添加制导系统等装置 使这些穿甲炸弹摇身一变 成为了航空炸弹 代号为GBO29 GBO30GBO31 其中制导控制部件 是GDAM的核心 包括NS 任务计算机和电源模块 在普通炸弹上加装制导系统 相当于是为炸弹安上了眼睛 将打击精准度从原来的几十米 提高到了三米 安装控制飞行的尾翼 将其的打击距离从原来的不足十公里 提升到110公里 将高超技术移植到废铜烂铁 打造出一种高精密的制导武器 美国这笔仗稳赚不赔 只是这种武器大多都是通过老式炸弹改造而成 体积和重量较大 一架B-2隐身战略轰炸机 出动一次只能携带大约16枚908公斤的制导炸弹 攻击几个地面目标 作战效能太低 再加上美国的作战飞机都逐渐朝隐身化方向发展 机载武器也只能采取内置弹舱装载 所以研制一种体积小质量轻而且威力更大通用性强的微小型制导炸弹 于是波音公司就接下了这个任务 并在2002年试验成功 在2006年正式装备 同年在伊拉克首次实战使用 除了F15等常规战机外 GBO39还能装载在F35 F22隐形结构中 在F22隐形战机中 每一侧武器舱中各挂在4到8枚 在07年的时候 F22A猛进战斗机就用其进行过实弹测试 并准确击中了百公里之外的预定目标 而B-2轰炸机则是可以携带200枚GBO39炸弹 比之外的16枚制导炸弹多了太多 而且在炸弹威力这方面也毫不逊色 GBO39炸弹全长1.7米 直径183.7毫米 全弹重130公斤 弹头重93公斤 虽然它的弹头重量不算多 但是威力却不小 它能穿透2米厚的混凝土 或者1米厚的钢筋混凝土 其命中精度一般小于5米 如果按照美国空军的说法 精度在1.5米以内 其弹头细长 弹壳采用高强度合金制造 并且安装了抗干扰的GPS INS制导系统 即使在恶劣天气下使用 也不会有丝毫问题 并可以在110公里的敌方防空区域外投掷 装配的智能电子引信具有空爆 触发或者延期起爆三种模式 可以由驾驶员在座舱选择 最大程度上保证对敌人的杀伤范围 GPU-39的性能各位不用怀疑 虽然弹头重量93公斤 装药量却只有23公斤 这对于一种航空炸药来说并不算多 但是其造成的破坏力却不亚于重磅炸弹 GPU-39不仅采用了TNT和黑锁金混合炸药 还在其中加入了纳米级的金属药末 使得炸药的爆速大大提升 在封闭掩体内可以达到 相当于900公斤普通炸药的杀爆威力 同时GPU-39还具备了不俗的穿甲能力 一般来说小型炸弹的穿透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想要穿透一米厚的钢筋混凝土 至少要454公斤级的炸弹才能做到 注意这里说的是常规航空炸弹的思路 GPU-39步走寻常路 它的结构更接近大口径的穿甲弹 其在头部有一个高强度合金 用该炮弹攻击掩体 相当于用190毫米大口径火炮 发射半穿甲弹 其威力可想而知 如果要问GPU-39最先进的设计是什么 那么结果毫无疑问 钻石背 相比较之前的制导炸弹 GPU-39炸弹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飞得更远 普通的航空弹药想要增大打击距离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采用滑翔弹翼 GPU-39炸弹使用的钻石背 是一种独特的前后串列联动的弹翼组件 具有很高气动效能和相对低廉的成本 平时就折叠在炸弹下部 等到作战飞机在预定高度投放炸弹后 弹翼就会按照程度指令弹开 可以大幅度增加炸弹的滑翔性能 实验表明最大投放距离可以增加20倍 这种弹翼使GPU-39炸弹具有更远的射程 以及更好的机动性 从而使在机远离防空区域 减少被击落的危险 其次GPU-39炸弹的尾部 还安装有四片折叠式隔山垛面 飞行中可以根据指令控制展开 滑翔过程中垛面与弹翼相互配合 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更加精准地 矫正飞行路线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GPU-39炸弹的打击效果 GPU-39炸弹主要打击对象是地面建筑或者潜埋公式 这类公式大多都为分层式 比如遮弹层 分配层和防护结构层 所以能否对敌方公式造成更大的破坏 还要看炸弹的钻地能力强不强 而钻地或清澈深度与弹药撞击目标的方向和速度 有着直接关系 因此如果能在撞击目标前调整弹药姿态并加速飞行 可以大大提高炸弹钻入目标的深度增加打击效果 体积小 威力大 自然引来了他国的关注 以色列就是GPU-39炸弹的忠诚用户 它是以色列空袭袈裟的主力弹药 是攻击哈马斯杀手锏 摧毁了哈马斯武装组织的大量地下掩体和武器库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GPU-39炸弹的性能不错 但是它毕竟是第一代小直径智能炸弹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在实战中导引头容易受到电磁干扰 无法精确锁定小型移动目标等等 因此美军提出了第二代小直径精确制导炸弹的延迟计划 也就是升级版GPU-53风暴破坏者滑翔炸弹 GPU-53炸弹是以波音公司的GPU-40滑翔弹为基础 采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新型航弹技术 并由雷神公司集成 相对于GPU-39炸弹 该炸弹体型更小 弹径仅145毫米 弹长1.8米 采用折叠弹役 总重量94.7公斤 由于弹体较小 一架F-15E战斗机 可携带20枚该弹 另外 该弹可装入F-22F-35隐身战斗机弹舱中 由五代机搭载作战 而且其制导更准 GPU-53炸弹的最大特点是采用三摩导引头 这是一种综合GPS制导 红外热成像和激光制导的复合制导系统 它能根据外部环境变化 实时切换制导模式 例如 在雾 烟 雨 密布的复杂气象条件下 采用GPS制导 在暗夜或光线不足条件下 使用红外成像制导 在对地面大型固定目标发起打击时采用激光制导 这种较灵活的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强 提升了打击的精准性和可靠性 小直径炸弹最大的优势 就是可以用来同时打击多个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 并又能减少附带损伤 GPU-53炸弹更是把这一优势发挥了出来 与GPU-39相比 GPU-53效率更高 其拥有一定的协同作战能力 该弹采用双数据链 第一路数据链将载机或其他机载感知系统 获得的信息传输到炸弹上 发出攻击指令 第二路数据链将炸弹获取的信息 与机载系统获取的信息进行交换 用于目标选择和武器瞄准 双数据链使得一架飞机 可同时投放多枚GPU-53炸弹打击多个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 GPU-53炸弹也不是终点 随着微电子技术 光电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迅速发展 美军的小直径炸弹 在制导精度和智能化程度方面 或许还能进一步发展 之后或许飞机就可以看成一个空中机动弹药库 出动一次就能攻击数以百计的目标 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